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中路台风台米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是如何 好 暴风圈呢 在今天清晨已经这个碰触到东部的陆地了 那么预估呢 在深夜中心就可能登陆宜兰或者是北花莲一带 而在接近台湾陆地的过程当中 它会出现打转的现象 所以可能会导致风雨延长了几个小时 好 看到呢 整个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了台湾东半部 台中以北以及加以南的陆地 那所以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全台的各个县市 跟澎湖 马祖都构成了威胁 各地风雨呢 逐渐的增强哦 预计台风未来强度还是有稍微增强的一个趋势 那么目前呢 它就位在宜兰的东南方240公里处 以每小时11转16公里的速度 目前呢 向西北溪来进行 好 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5公尺 相当于14级风 那么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 相当于16级风 而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 来到了250公里 好 看到它又长胖了 那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 有90公里 好 现在呢 是海陆景齐发的 陆景范围全台各个县市 还有加上澎湖以及马祖 那至于海景的范围呢 就是台湾附近的海面 跟巴士海峡 因此呢 在这个区域来作业的船只 务必要严加戒备 好 我们进一步从台风的路径图来看 好 中台台米呢 在今天清晨6点呢 暴风圈已经碰触到了台湾陆地 因此呢 刚刚说到了整个警戒的范围 就包括了台湾本岛所有的县市 还有澎湖跟马祖 而晚间到了深夜 它的中心就会进入到了台湾的陆地 好 那明天呢 清晨就会进入到了台湾海峡 在明天下半天 中心呢 就会通过马祖附近 那么一直进到中国大陆的陆地区 好 那我们再来从卫星云图来看到 其实呢 从这个目前呢 看到台米呢 是已经开眼了 好 那强度已经达到了中台的上限直逼强台 而到时候呢 三股势力会冲击到台湾 首先呢 是它的中心哦 是对于台湾的这个东北部呢 正面来攻击 那么登陆点北侧附近哦 在宜兰 北花莲一带要留意 可能会达到16级左右的强阵风 而北部 东北部的陆地 还有中部的山区 一定要留意有剧烈的雨势发生 另外呢 在巴士海峡 因为西北风加上跟西风 符合的强对流 所以呢 今天符合带哦 北移到了西南部的陆地 因此要注意为南部地区会带来强降雨 而气场鼠也讲到了这个降雨的形态 有点类似2013年的康瑞台风 当时造成台南地区大淹水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还有就是台 在南海的西南气流 在今天深夜过后呢 凯米呢 通过了北部陆地 进入到了这个海峡北部的时候呢 就会正面冲击到中南部 也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 那么刚刚说到的是雨势的部分 风力也是逐渐的增强 在东北部 东部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恒春 半岛跟蓝雨 绿岛 都可能来到11至13级的强震风 而至于在台北市 马祖也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好 另外呢 风浪是逐渐增强当中的 好 目前呢 在苏澳的部分 已经有观测到了4.5米的浪高 那预计呢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 恒春半岛跟云林以北沿海 都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现在呢 在东北部 还有东南部沿海 都已经有长浪发生了 所以提醒大家 非必要就避免到海边去活动 好 我们紧接着呢 从这个雷达回波图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呢 这个台风的中心 非常的明显 慢慢地朝着我们靠近 那其实呢 这个台风的环流 是蛮广的 好 看到呢 台风中心 虽然是在东方的海面 但是呢 它整个逆时针的环流呢 把雨势给带进来 好 水汽呢 整个带到了西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跟南部的山区 所以呢 提醒大家 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雨势就会明显地增加 因此气象鼠呢 也针对了全台八个县市 来发布了整个豪雨 跟这个超大豪雨的特报 好 看到呢 这个紫色的部分呢 就是八个县市达到了超大豪雨等级 日雨量上看了500毫米 其中呢 就是在宜兰的山区 还有整个台中以南的山区 都可能来到500毫米以上 超大豪雨的一个降雨 那至于在北部山区 台东山区 还有嘉义 台南 高雄 平地 也有机会来到350毫米 属于红色的警戒 这个大豪雨的一个降雨 其他地方也可能出现局部豪雨 或是大雨 气象鼠就预估了 这个凯米青才的这个期间呢 中南部的山区总雨量 有机会达到1800毫米以上 好 另外呢 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 这个沉降作用的影响 所以呢 有机会来发生焚风 因此呢 气象鼠也针对了台东县 还有金门县哦 这个发布了黄色的高温警示 所以提醒大家 当然呢 现在放台风架 非必要就不要出门 如果真的呢 要到户外去的话 这个两个地方 要特别做好的是防晒 以及补水的工作 好 我们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 这个未来几天哦 台风如何来影响我们 告诉大家 今明两天 就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刚刚说了 在今天的清晨 暴风全音接触到台湾的陆地 北部东半部呢 会感受风强宇宙 中南部的风雨 也是逐渐的增加 那么今天的下半天 到明天礼拜四呢 就会是整个台风 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好 在明天礼拜四 台风通过了本岛之后呢 宜花地区的风雨呢 就会逐渐的减弱 不过西半部的风雨 还是蛮剧烈的 因为呢 台风往这个 中国大陆沿海来移动 那靠近海峡另一侧 包括金门 马祖 风雨呢 都会逐渐的增加 好 到了礼拜五呢 礼拜五呢 台风的逐渐远离 不过还是有受到 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呢 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好雨发生 那北部东部的风雨 有稍微的趋缓 金门 马祖 还是要留意 风雨还是比较强劲的 最后几件事情 小丁宁我们提醒一下大家 金明两天就是凯米台风 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风雨会非常的强劲 好 提醒大家 这个最好待在家里 做好防台的工作 21个县市都放了台风架 那么另外现在呢 适逢天文大潮 所以涨潮期间 包括西南部北海岸 跟宜兰台东沿海的低洼地区 要留意慎防海水倒灌 以及积淹水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台风资讯 提供给大家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